文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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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一開始怎麼會想說要種檸檬啊 沒有啊 剛好這片季剛好種的檸檬 就剛好承接原本的 承接原本的 這檸檬沒有要給它矮化嗎 我接手的時候還沒那麼大 因為好高喔 因為這是一個老人夫發是幾歲的 然後做不到 然後荒飛了壞兩年 他才來做的 再接手 因為今年第三年 三年 他原本的老人家 就是屏東 屏東 是屏東屏東 屏東屏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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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屏東屏東 台北 真的喔 那為什麼來 台北什麼樣可以種 你可以 那你像有機檸檬 我都很有噴藥 肥料是自己發酵的 是葉面肥 這個白白那個是硫磺 殺菌的硫磺 所以有機可以支柴這個用法 那現在它的開花期 所以這種 適食水果是最難種的 你看它現在是在開花 又結小果 那這個已經這麼大了 那這個快要長大了 你要這麼用量 但是你給它那個肥料 跟那個管理上 就要區別 對 它這個叫腳尖春巷 就是去年 氣憂異常 太嫩 荔枝 這邊很多荔枝 荔枝圓 荔枝圓沒開花 然後它的春巷 全部跑到這裡 那很可怕 它會噴瓦斯 我跟它噴過 跟火燒傷一樣 然後它就喜歡 讓一個針 刺激去吸枝 然後在那邊就爛掉 它噴出來是強酸 它是這種強酸 蛤 它體內會分泌 它就是危險的時候會噴 是喔 所以我都用那個盆子 不敢靠近 它很危險的東西 願意改良廠出來 就是到處施放一些寄生風 它會進入春巷體內去放膽 寄生風 寄生風 把那個春巷殺掉 現在有方法了 台灣農業技術還是很好 阿唔 所以從訓練廠